我是主持人燕子 经常看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啊 在节目当中有相亲遇见亲戚的 有遇见朋友的 那今天节目里的大哥大姐呀 他们相亲遇到了老同事 俩儿三十年前是在一个单位上班 相亲那天哪 开门的一刹那 大哥一眼就把大姐认出来了 还准确的喊出了名字 可大姐呢 却不记得大哥了 红娘就纳闷了 说毕竟三十年没见了 大哥怎么对大姐印象这么深呢 大哥呢也没藏着掖着 直接就说了 原来啊三十多年前 俩儿还都没有成家的时候 大哥就对大姐印象不错 只是后来工作调动 回头再打听的时候 大姐已经结婚了 没想到三十年过去了 缘分又让俩儿遇见了 你好哥 我是原来哥 红娘小琪 张学青62岁 退休金三千元 打工工资五千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吉林市 住房面积四十平米 我看这大哥呢 你这厨房他准备吃了 我心里是 你看来了都挺幸福 我先整点吃 不用啊 你看我这刚炖的 买了小劲哥里头 这都炖好了 都炖好的啊 我这边炖的鱼 我没敢买太大 太大炖不了 这就挺大的我心 到时候大姐来了 让大姐 大姐吃 我心来了 吃些甜的 刚来到张大哥家 红娘就闻到了满屋的飘香 大哥说了 自打知道红娘要来呀 提前好几天就买好了菜 准备让大家伙尝一尝 他的手艺 平时大哥这手艺真是不错呀 我还行 我在部队就给你拿出来 给你做饭 原来在部队呀 对 在部队的时候 我就给这边战友啥的 给做饭啥的 七八年去的 待了八二年回的 那在那个部队的话 都是干啥呀大哥 我那下是一开始 在新明年 我那下带班来的 后期呢我就回马车班 那些部队都炮兵了 回马车班 在马车班干了三年 我又回去开始带兵 主要就是啥 就是野战兵 那大哥他说 在部队前就做饭呢 在部队是兵 不行啊 我们那下搞野战干活时候 那就得给那下 那个这边的 班里就是大伙吃点饭 大哥曾经当过四年兵 回忆起和战友们 同吃同住 同训练的日子 他觉得 还真是让人怀念呢 虽然那时候苦点累点 但很多良好的生活习惯呢 都是从那时养成的 我在部队那是真好 咋好呢 这天天锻炼呢 我天天就是可以这么说 我天天早上三种起来 或者两种起来 那大哥你这确实是 就在部队给你培养的 做饭和居家过日啥 应该是这样的 对对对 这一看你就是当过兵啊 你知道床 这块都给他 折子了板着啊 原来都是四脚四脑的 现在就不那么整了 不那么整了 大哥你这柜头 裤子啥 摆得挺利索啊 我习惯了 就是说我穿两台衣服 我必须得脱了 搁盐水泡泡 完了 完了水拿得洗 搁盐水泡 搁盐水泡 去行 去那汗味嘛 汗味的搁盐水 完了给 完了再搁他洗一份泡 泡完之后再搁他那啥洗的劲 那你这一道功夫挺苦难的 那没着 人家你自己习惯了 但不对是就习惯了 我天天玩远凉 早上三点钟就开始跑步 三点多就开始跑 天天的 一天我要走步 得走两万多步 张大哥说 在部队锻炼的那四年 不仅自己会做饭了 还养成了运动的好习惯 也就是这样 现在啊 他的身体素质特别好 即使已经六十多岁了 张大哥还经常出去 打工赚钱呢 完了一上班的时候 八成就上班了 你还上班呢 就是跟家装的跟着 主要就是屋里整个建筑 从毛皮房一到那还装修完 那大哥就是帮着装修 对对对 我都捧着老板干 是你捧着开的 对 我就是打了下手的 就是哪个有点烈活的 是跑线钩了 跑钱啥的我干的 我一天扛都四五百代了 扛啥呀 有时候扛水尼扛三子 这是你素质 我一天四五百代了 天天那么扛 就是哪个有点烈活的 是跑线钩了 跑钱啥的我干的 我包这活一天都四五百 一天都四五百 对我要包就是四五百 要不包的话一天就二百块钱 那一个月的话你得出去干多少天呢 一个那看二十多天 我就要就包活 就屋里一堆一块 给几千块钱我就干了 那就两三天活 两三天活 我要干就是两三天活 那你平均来讲一个月能打多少钱 五六千块钱 五六千块钱 那也行啊 那大哥你就是有退休工资没有 现在退休工资现在三千嘛 有工资还这么拼命干 我就是断了断了身体 在这边家事 干多年了 我干十来年了 但我不干了 年轻的时候活的那哈可好了 那你能干 现在吧多少 这个瘦大了 这个都是差了不少 那大哥你就是现在是 就是还整这个活 你年轻时干啥的 我年轻时干啥 就是最早我服养活在玻璃厂 完了后 玻璃厂校业不好 我上哪了上资裁厂 接上路板材市场推的 建材厂 现在是板材市场嘛 那就也是跟装修有件 对 那下我在剧场干活的 最后 那个时候都负责干啥的 我就是啥 给南汉组装那个床 组装床 对 那下是给南汉干的 现在的张大哥 只要朋友找他去帮忙干活 他都会去 不仅能锻炼身体 还能赚点钱 但他告诉红娘啊 这些也不是最主要的 主要是能打发一下时间 自打2004年离婚后 这屋子里啊 就再没有个女人了 热锅吧还行 就是双方的皮都不好 他皮也不好 我皮也不好 你俩都用啥事干的呀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今天他这个事 明天我那事 俩俩就这样这样 张大哥和前妻 都是急性子 俩人经常因为生活的小事 吵起来 但他想着 过日子嘛 哪有不吵架的 平时能忍就忍一忍 但张大哥说呀 他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绝对 不能和他母亲吵 2004年的时候好像是 回机中给我父亲上坟 挪坟 吵了一会 他再留着打麻将 或者吵了一会 谁再留着打麻将 我媳妇 我妈都被玩了 上坟去玩了干 他找我妈 让我给他揍了 他就说那咱俩没过了 我说那不过就不过呗 他跟我妈打仗的不行 因为我没有父亲 我60年 他61年去世 我姐老大 他们五个 人家全我妈拉上 这么些 在2004年 张大哥和前妻离了婚 离婚后 张大哥把精力 都投入到了工作中 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发现 一个人的日子 真是挺难熬 还是得有个 知冷知热的另一半啊 那大哥现在想找个啥样子 我现在找个就主要啥 就是得 俩人一见面 就是说得 你瞅我行 我瞅你能过日子 就完了 就是至于你挣不挣钱 跟我一点关闭 我不想介入这个 首先人家去 我医保就行 俩人家都对我 以后对我医保 那还能拿得出吗 如果他要会过日子 我公司就可以给他 对于未来的另一半 张大哥觉得 条件不是最重要的 还是得能聊到一起 能知冷知热才行 于是红娘联系到了 同样家住吉林市 性格温柔的 王秀杰 王大姐 王大姐 你好 我是原来报 红娘小琪 王秀杰 57岁 退休金2300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吉林市 住房情况 赞助女儿家 大姐你那个是啥呀 这是啥呀 好几桶这个 黑茶 黑茶呀 我代理就是厂家 那个安化黑茶了 你代理的那个黑茶 对对对 大姐是那个 自己现在还 整那个买卖吗 还是啥呀 就是我们就是 发那个网 那个朋友圈啥的 她就联系我了 自己喝也对身体保养挺好的 完全挺好的 就跟代理的一起 这种玩意跟着喝 调理身体 那有啥作用吗 她 她能就是 最主要的是排毒 对人身体排毒特好 王大姐也平时喜欢喝喝茶 她说了 喝茶能起到排毒养颜的作用 所以在朋友圈卖点 也算是有点盈胜 但自打外孙女儿开始上学后 每天就是围着她转 生活的重心 也转向了孩子了 不整了就给家看孩子了 她妈出去上外地打工去了 因为今天是钱 好 脚子不好赚 先出去看看去 反正我是为了孩子 让他们多挣点 以后到时候有个急需啥的 大姐平时在哪屋住啊 个楼上 这就是为了宽敞 啊 完了在下面热 我愿个楼上睡 那这是后座展开的呀还是 不是 不是 她买就带的 就是像隔楼是那种的 嗯 这我家厨房 我和我家宝贝儿 给这五岁 她有她的五 她不给那五岁 完那五就当储藏机儿了 完那个 完她就和我打一个五岁 她自己不打一个五岁 那就给这五岁 因为女儿在外地打工 姑爷每天上班早 照顾孩子的任务啊 就交到了王大姐身上 如今外孙女儿已经十多岁了 王大姐的空闲时间越来越多 她觉得趁着年轻 自己也应该找个伴儿了 但她的第一个要求啊 就是对方一定要有房子 因为自大2000年离婚后 王大姐就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家 我没有房子 想找一个有房子的人 大姐原来没有房啊 原来就是跟孩子爸结婚的时候 那是那个跟他爷他奶奶一起住 完了之后就是离婚了之后 人家都是他爹他妈的 然后我们就出来了 所以说大姐才没房子 对对对 自打离婚后 王大姐就没有买房 可他说了 之前自己也是有着不错的工作 是前夫说让他安心照顾家庭 大姐才辞去工作的 我是在玻璃厂 就是一个饭店 玻璃厂下属一个饭店 在那时候管仓库就算服务员吧 管仓库 那挺大呀那个饭店 挺大的 那时候一个月 该加奖金 发现也不固定 能开四五百块钱 有时候能开千百的好像也能 正值公司开三来块钱一个月 妈跟咱们差这么多 那时候我们条件是挺好的 初心那时候一散就买一些 那时候是像查理你知道吗 不知道啥样呢 那时候查理那些都三百四百的 一般人都买不起 是鞋呀 对对对 就是那种高档的东西 就三四百块钱 那时候就责三四十块钱嘛 完整的少 我们就那时候好像开的多点 就是穿这些东西 你们都可羡慕了 确实是 八八年有的我姑娘嘛 完他还不让我上班 他说的我上班 他那时候工资就挺高的 他说我也能养活得起 你就在家带孩子 那时候孩子不大 那时王大姐想着 前夫有着稳定的工作 家里生活也算富足 看着刚刚出生的孩子 王大姐同意了前夫的提议 可渐渐的王大姐发现 前夫开始不给他生活费 加上邻居的风言风语 他才觉察出前夫的不对劲 与前夫离婚后 王大姐在家里人的帮助下 孩子渐渐长大了 成家了 如今外孙女儿已经十多岁了 王大姐觉得 她的任务也要完成了 自己也应该考虑一下 未来的生活了 那大姐现在想找一个啥样的 我想找一个 能三千块钱以上也行啊 就是最起码的 能就是举家过日子 到苏尔大了 互相就是捋着油了 溜着溜着了 也就这样的事的 找一个就是家里 就是他家里头是没啥负担的 是不是就一个人 有退休金有房子 是王大姐现在找另一半的要求 那不知道他与张大哥的见面 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呢 这刚一进屋 张大哥直呼认识王大姐 可王大姐却不认识张大哥 那这一次的相亲能否成功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同年和王大姐刚来到张大哥家 一进屋张大哥就直呼 认识王大姐 一了解才知道啊 两人原来在一个单位 并且啊张大哥说了 年轻时啊 就对王大姐那是很有好感呢 人好人 我带单位那时候 我挺了解的 人不错 还挺了解的 人说信的话 要是你不属于我 我挺属于咱们这块人的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他 他认识我呢 他男的肯定是活跃一点 不像你的 我一见我一看的 一个单位的 那你原来这个印象咋样呢 印象不错 印象挺好 我跟他也说 他带单位人吧 还是挺好的 他性格挺好 带单位那时候 我就我就 我看中你了 你可能你那天还没结婚去 印象咋样呢 印象不错啊 再再一看 大姐就结婚了 这都是缘分吧 对 是不是 这单位是缘分 在单位的时候 我就吵这件事不错 他说心里话 因为啥呢 当天你有家 咱不能乱聊是人 我眼睛挺多 他一进来我一吵就他 我挺相忠 原来年轻时 张大哥就见过王大姐 并且对他印象不错 可没等张大哥和王大姐说上话 再次见面 王大姐已经成了家 可没成想 时隔三十多年 两人却在相亲时见了面 你说 这不是缘分吗 紧接着张大哥赶紧介绍起自己 让王大姐多了解了解他 我这啥就是复原回来 我就分得不得唱了 那些人归父母单位嘛 他还了之后我就调整文质 完了我就调到板材市场 在板材市场退休的 帮我预约工资就是 里外里就三千块钱 咱们俩人那时候的生活费 肯定是贵 是不是 你开不开钱给我没关 我不要 我不精管钱 就是可咱们工资花 你需要多钱 你就花多钱 我是本这个原则 就是说你管 你要想跟我成个家 就是这个钱 工资钱给你 你自己管 在时候我还能在外干活 我也干家装 大哥这家装干也要挣不上 哎呀我干十多年 还行 在一起就毕竟 要是他信任我的话 他就愿意工资 过日子百号交给我了 我这也不是说 像一天不正业的人 也想挣你八百早 一个后半生 这是不 能感觉到张大哥 是真相忠王大姐了 上来第一点 就是以后你当家 真是给足了 王大姐安全感了 让王大姐觉得 大哥也是真心 想和自己过日子 也表达了 钱不在多少 最重要的是 两人心能往一起想 能干了我就多干的 多干了咱们的生活 多富一点 也为了给大姐 一个保障 对 是我也想找一个 就成型给我 能过后半生的 到老了 就有这份工资 最起码就不用出去 去挣去了 咱也不年轻了 老了 你也有五十多了 五十七了 对呀 你给我六十二 六零年代 你属 属号的吗 我属楼 是他这睡觉还行 是不是他比我大四岁 很正常挺好 是不是 要我这年龄 要是早睡 早睡带小点的 你也愿意再年轻点 你说是不是 咱也知道这种感觉 他这种形容跟我还可以的 他馅味挺好 自己包饺子 我就自己包 没有你在饭店做得好 我就愿意做 愿意做也还行 我愿意做饭 我点不对就是给他们做饭 我做饭就家常饭还行 一般上桌饭做不了 只要说他们是能点吃的 我全能做 他挺好 他挺热情的 挺好 让我上桌的菜 好像拿不出一个 对于张大哥的手艺 王大吉真是赞不绝口 这时张大哥说了 我不仅做饭可以 就连收拾家务 那也是很在行的 我这一天得擦好几遍 真的 一天擦好几遍 别的地钱我买了 那我真的 那跟这没关系 因为我这就这样的事了 早上起来 别的先把地擦完了 我得先出去溜到一圈 三个东出去溜到 溜到七个东回来 回来要吃完之前 我把地就擦上来了 擦完了再做饭 做饭就吃 就这个回来 一天就这个 就是这样 就是这家务 活着方面 他都会做 挺好 咱就说 张大哥真是个居家过日子的 好男人呢 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王大姐和张大哥 共同话题 那是越来越多 这不聊着聊着就发现 两个人性格还特别地像 我性子急 完了吗 还值 有啥我必须说 咱俩都差不多 我性格也急 我要不说 我还不行 毕业的难受 我性格也急 反正在一段时间磨合的 反正有孩子的 有磨的时间长了 也磨差不多 反正张大哥大姐 虽然性格急 但不是那种造人 我不是 因为啥呢 我要是想干啥 我今天 明天想干啥 我今天必须要 准备好 明天必须得干 我要不干 我心里就难受 我就这样 差不多 我要是赶紧的话 咱打比方吧 说今天要洗澡 没洗上 我本身不知咱 那不行 我就是干活 我不管干啥 大大姐 过程的家人老厉着 从年龄到性格 两人可以说是很对批子 他们也是越落越融洽 可聊得正好的时候 王大姐告诉红娘 她有一个顾虑 不知道张大哥能不能接受 要是我家现在就是 我姑爷是夜班 白天她在家睡觉 晚上不给家 就我和孩子 我姑娘没带本室 暂时要是过来的话 我过来不聊 我问题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我好像冷不下 就是还上学了 我可以出来 在一起相处相处了 白天行 行 你就是有啥事打个电话 如果想出的话 咱们跟电话沟通 接是正常 你就是接送的咱们都可以 我是本这个原因啥 你说过日子吧 咱们是给孩子过的 不是说给咱们自己过 可以陪你一起送孩子 咱们可以一起送 被单独了一二走 我还想出的一项 我就是俩一起走 像大姐平时的时候 白天啥子一直都没啥事 你们俩要是你插工休息 你俩一起来家里 聊聊嗑啥 吃我饭啥 我觉得没要 对对 那都无所谓 就是说你啥事过来 就是说的 就电话沟通嘛 是吧 赶倒点身接海了 俩去呗 你看看 张大哥对于王大姐提出的 任何要求 真是全都不介意 这让红娘觉得 两人今天这相亲 是八九不离十了 可就在张大哥想着 多介绍介绍自己的情况时 王大姐这边有了疑虑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家我大姐最大 今天七十五了 我大哥今天七十 都七多岁了 那我二姐 我二姐今天是七十七 不是我二姐是六十七 我三姐是六十六 所以说咱们家这帮人还行 他怎么来 他说的他家就是 他姐妹啥老来 我不希望就是 家里的老上再来 就掺和了 他是过年 过年时候 不如姐和妹在一起吃饭吗 我心打听 毕竟我是就是 就是二婚嘛 你说一掺和这么好 这么不好 人一多是不是 就麻烦事多 他是老女儿 那他的姐妹 都已经七十多了 都可能就六十八九 快七十 是啊 岁数大了 来了你才不能什么 你不像小孩 我给你吃的 给你买的好东西 一打不好了 他又对不了是吗 也是 对对对对 他意思我好像 就好像是受不了 你岁数一大 你还没法说 刚才大姐跟我聊 就是有一个 就是了解了解 就是说大姐 大哥刚才说说 就是姐和妹啥的 有时候就在一起去 这个你放心 阿娘 阿娘啥说了没有 我说刚才我二姐 我三姐给我打电话了 我说怎么样 我说还没看人呢 跟他们说了 今天相亲的 我必得说呀 大哥老众不是吧 我有事吧 我必得告诉他们 你家他支持我 因为我姐说了 你这回找吧 你好好过日子 每一天就慌慌了 是不是 挣的钱都花了 挣的钱就花了 你没家呀 没有后资 你说现在有家了 你不得考虑吗 家里整部分 那比如说就偶尔 像过年啥这些的 就过个节啥 一起吃过饭 然后吃完饭就走 那没问题 那没问题 亲自来吧 没啥收到行 有时候 你不说说 那个大姑姐多 什么婆婆多 事多 咱说心里话 是不是 咱想都啥 咱就说啥 能感觉到 王大姐对于家里亲戚多 还是有着担忧的 看着两人的相亲 僵持不下 侯娘提议 既然担心 那不如咱们见解 面对面的交流 才知道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这样吧 我心里就是 那个大哥姐姐什么的那些 还挺就是说关心你的 我心里人跟这样的姐姐啥的 叫上大姐 咱们一起吃个饭 行行 是不是行不行 行 了解了解 毕竟吧 就是竟然觉得想相亲相处 因为王大姐还要接那个 孙女吗 我们就准备要撤了 因为王大姐还要接外孙女放学 两人决定明天再了解了解 到了第二天 张大哥提早订了饭店 叫来了一家人 准备好好的介绍介绍 那他们的相亲会是咋样的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王大姐和张大哥 无论是性格还是年龄 都对彼此挺满意 就是了解到张大哥家 姐和闷多 怕自己融入不了而担忧 第二天 张大哥叫来了家里的兄弟姐妹 准备好好的向王大姐介绍一下 小张哥 哎 哎 哎 来吧 看来 那是我二姐 那是我大姐 中间那是我大哥 这我大姐 我三姐 我是上班嘛 没来 你女儿没来 谁啊 你女儿啊 她同意你这回呢 她都不用管 都不用问她 问她没用 她是有什么说法舞的 她有啥说法 她都不管她的还行 那现在的话就是像那种家庭聚会啥这种的还多不来 也多 就分年过节了 过生日啥也在一起 平时反正也都挺的 都在一起 也都各有各的家 对 都挺忙的 我孙儿大了 自己家 稍后自己家 不像小时候都在一起 小时候都行啊 小时候在一起 有老妈啥也都在一起 所以现在就是不像以前 年轻一点可能都在一起 对 现在都各的了嘛 人家家的还有 有老有小的 有时都得管上 比如都老了嘛 各有各的生活圈嘛 是不是 孙儿大了 她不是说是光是一家 就剩两口儿过日 她毕竟她孙儿大了 底下也有人 只剩后代下也跟一起 是不是 她们能照顾她们的权子 就是 也不一定能说是 照顾与外的 这参与事儿都多了 我说句话 对吧 你们俩之前走到一起了 我就有一个要求 你们俩应该是好好过 过后半辈的余生 互相的尊重 很难遇这么好的人 我跟她呢 也比较拿大一些 本分 说话挺嘎嘎的 所以当姐 人家和我们这个哥 和她的姐 我们都是这个希望 不管咋的 今后的生活 你们俩的 一定要安排好 真难遇 这么多 在城市的这么好的 她都能遇上 就有缘分 对啊 既然有缘分 你就要把这个缘分走下去 谢谢大姐一个中文的感情 我就知道了啥回事儿 就是感觉她 对我好像挺满意的 没啥说法还行 大哥我感觉也对大姐挺满意的 大姐觉得能不能跟大哥相似 行 先出出看看呗 看着大哥大姐的缘分 得到了大哥家人的认可 红娘这心呢 也就放下了 大姐说 无论投婚还是再婚 婚姻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儿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儿 只有得到家人的祝福 这日子过得才踏实 那在这儿呢 我们也祝福大哥大姐 能在两大家人的期望下 越来越幸福 让这份迟来了三十年的缘分 能够长长久久 甜甜蜜蜜 那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原来不晚 咱们下期再见